用爱重建家园 台湾加油 跟我们一起继续来关心灾区的重建进度 守定中间新闻 我是哈远一 来关心的是现场的连线消息 韩国的搜救队原本在今天要回去了 不过挂心救灾 他们希望能够再多留两天 情况如何呢 我们连线请高梦柔告诉我们最新的情况 梦柔 好了 主播在六归乡被土石榴掩盖的心态部落 其实在挖遗体这个工作 还是好几件事就开始进行了 并且现场来了三位韩国的搜救队员 用他们的鼻子闻臭味来寻找遗体 并且让所有的国军弟兄呢 也都效法这个动作 让全国民众真的是非常的惊讶 不过呢 我们刚刚透过翻译了解之后 原来他们来到台湾时候 由于机会的问题是顶持九号 也就是今天的飞机要回到韩国 但是他们三位呢 来到新开这个地方之后呢 才十六号才来 发现这个情况比他们想象中要复杂很多 因为韩国没有台风也没有土石榴 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景象 让他们工作也变得非常的棘手 他们觉得自己并没有帮到太多的忙 因此希望能该多留两天 因此现在透过翻译 跟航空公司以及旅行 现在在协调机票 可不可以延后至少到二十号 或二十一号才回到韩国 他们心想也令人非常的感动 不过在整个新开地区呢 在风灾之后 其实道路都非常的不通胆 靠着怪手慢慢挖路 让车子以及怪手来行走 但是这几天又连着的大雨 只要一下大雨之后 整个道路又被冲断了 因此记者在来回往返的传递讯行中 也常常被阻挡在路中 因此整个状况 整个热灰箱 以及新开部落这个路况 都还是非常的不方便 以上是现场的最近情形 将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我们现在梦游到我们来看到 新开部落在大雨冲刷当中 有很多人被活埋 那么韩国的搜救队 现在很挂心 整个继续的进度 他们也愿意再多留下来 两天继续帮忙 我们谢谢孟柔的零先报道